嗨宝妹,我是太阿拉 Hello,大家好,我是嘉欣 嘉欣是我在哈佛的同学 她在哈佛商学院读MBA 同时她自己在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业项目 叫做Growby 他们是通过提高软实力的方式 来帮助留学生和第一代移民来更好地找工作 最近在专注的项目是Networking 就是与人社交建立联系 为什么我今天叫嘉欣来呢 是因为我自己正好在找工作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我去跟各种前辈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说找工作最重要的是Networking 没错 但是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环境 那其次我也不那么相信我自己的社交能力 塔塔太谦虚了 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塔塔 就是在一个百人大型的聚会里面 我觉得我跟朋友交流是OK的 但如果我有所求向别人要机会的话 我就会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今天正好来向嘉欣去旭京 很高兴拿来这里,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提到在工作环境中的Networking的时候 和我们平时交朋友的Networking有什么不一样 就我觉得Networking有几个好处 第一的话他给你信息 比如说只要他现在突然间他也想要去创业了 那他可能就会开始找一些不同的创业者 知道一下创业的路程是怎么样,什么难点等等 那第二个就是人脉 那比如说塔塔今天他突然间聊完创业之后发现 哎呦不想创业太难了 我决定去咨询 那你通过聊这些人呢 可以让他们帮你内推 第三的话就有时候通过这个Networking再帮你打开更多的门 其实就是介绍更多的人 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我也想要成为一个影响者 那我可能就会说 哎塔塔你有没有其他博主可以介绍给我 获取资源,获取机会,获取更多人脉 那在当我们去Networking的时候 我们脑子要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百分之百 实话实实话 我觉得从一个东亚的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小孩 而且是很不擅长带一个目的去接触其他的人 我想知道我应该在什么时刻 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到那些比我厉害的人 我觉得首先带有目的性 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词汇 因为当你有意识地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第一你尊重了别人的时间 第二你提高自己的效率 我给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 我当时第一份工作本科毕业之后 我在做管理咨询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要追逐的一个职业 那我当时本科学校不是像哈佛这样子很知名的学校 从我们学校能进去咨询的人特别的傻 所以当时的话就很多学弟学妹就很喜欢来找我 Networking啊 问一下我是怎么进去的 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咨询师 工作其实特别的劳累 对吧 那比如说你是我的学妹 然后你reach out说 诶 学姐那个想找你 问一下你是怎么进入咨询 我的咨询好感兴趣啊 那我说那不然晚上九点吧 九点呢你电话一响 我说Hello Tata How can I help you 我怎么样能帮助你 然后你第一开口你问你进去 所以咨询是搞什么的 你觉得此刻如果你是我 你会有什么感觉 疯了 因为感觉很基础的问题 其实不需要通过我获得 我能给你提供的价值 要大于这个基本形式的价值 这样子会让我感觉 这个同学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 这半个小时 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我可以休息 但我选择了跟你花这30分钟的时间 而你却没有好好珍惜 问了一些很基本的 我们用英语讲叫Googleable questions 就让人觉得非常的turn off 直接就不想再聊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比如说 你同时reach out到同一个人 有的人他就继续愿意帮助你 有的人发现聊完之后好尴尬 不知道要怎么继续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充足 已经失去那个机会了 那我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 就是在刚才那个例子下面 你觉得打电话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比较好 very good question 我首先第一句话 我都会先感谢这个人的时间 Tata谢谢你周末播出时间 来跟我一起聊这个咨询的事情 然后会先感谢他 然后你一般就会说 哦 没关系我很愿意 那是这样子 我说谢谢 我说我知道你时间比较紧 然后我说 欸 Tata我看到你原来之前在哈佛 觉得是教育 是什么促使了 你想要去做咨询这个事情 你听到我这个问题发现 诶 嘉欣对我的profile 也是为一个研究 他所问的问题是 为Tata而定制的 你决问我的 这一方面会更好的帮助你 来达到向我提问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自己感觉很好 让我觉得在情绪上有得到了满足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的话 就你会觉得 诶 这还是不错 嗯 你想 别人为什么要内推你 我把Tata的简历 转发给HR 我说诶 看看我们学校的这个学妹 我觉得她非常的不错 Tata表现得很好 我脸上也有光啊 所以就是说 当你有备而来的时候 这个价值是巨大的 共赢的人 嗯 明白 我现在知道第一步是干什么 感谢对方 然后证明自己的来意 那我要什么时候提出 嘉欣你能不能帮我内推一下 这个非常直接了道的问题 最高级的做法就是你不问 啊 别人会自己提出来 这就是高级玩家 那要怎么样做到 Tata 我不傻 我知道你还找我要干嘛 我们曾经也是那个找工作的孩子 在美国整个networking这一套 它是一个非常成体系的文化 大家都搞这一套 所以你不用跟我讲 如果我觉得你很不错 我就会自己offer你 我自己当时本科的时候 我来自一个非目标学校 我想要去投行 就那些投行 根本就不来我们学校招人 所以我就是自己 每天跑去纽约 整天在华尔街上 跟各种各样的校友 在network 然后最后很多校友 我都没问 他们就直接把我的简历 传发给了HR 这就是说明你的功课 做得非常的大位 其实你刚刚说 在美国networking 是一个很成体系的系统的时候 我有点惊讶 因为我意识里面 就中国这种关系社会 才会network 可以跟我讲讲 美国的这种network 和中国的那种找关系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个人感觉 就是中国那些关系 可能很多时候是从爸爸妈妈 身边的亲戚朋友那边 继承下来的一种关系 相比美国这边 我觉得这边的network 因为它就是一种文化 我可以自己发信息给 比如说高盛的某一个partner 他都会理我 我就觉得好像 似乎这个barrier 它被移除掉 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 credentials来进行network 大家如果在国内的职场 有什么经验 也可以分享分享 看看现在年轻人 在国内的职场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network的方式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 当你给陌生人发邮件 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时候 你要在邮件里面 就告诉这个目标吗 当然 你文件里是怎么说的 我再跟你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经验 我当时的第二份工作 就是TikTok TikTok当时在美国 是非常年轻的 但我其实一直在关注自己的跳动 我又一直想去这家公司工作 我没有认识人在这个行业里 我要怎么样破冰 我就又用了linkedage 我就输入自己的跳动 跳出了一些人 然后我就给这些人发了co-email 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背景 我怎么样可以给自己的跳动带来价值 然后希望可以跟他们约一个coffee chat 10个人 可能有3-4个人回复 那就够了 这其中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Michael Michael跟我聊了10分钟 就说 A加西我们团队正好有找人 你是否感兴趣 然后我就说 我可感兴趣了 他就把我推荐给他的老板 聊着聊着的时候 offer就到我手上了 你是第一个进去的人 相当于就把其他的 可能的这个竞争都已经都封锁在外面了 那你在邮件里面有提到说 我正在找工作吗 我没有 因为当时我是有一份工作的 我只是说 我对你们的公司非常感兴趣 The thing is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工作是available的 所以我只能通常跟他聊天 我才能问到 你们什么团队在找人 需要什么样的技巧 所以我的第一步 都不是说要找工作 我就先跟他约到 所以它是一个好几部曲 不是一步道理 比如说能想象 我在那个100多人的party 问到塔塔 我说塔塔 我想要录视频 你们帮我录视频 塔塔那时候可能就也不加我的微信 你说是不是 我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你自己心里要知道你来干什么 但是一直从心 抱着一个开放的心 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机会 对 而且有时候你不要就是一步求车 可能他这个部门没有在招 可能他的兄弟部门在招 他可能是个好几部的步骤 我是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 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真的就不要觉得好像 哦 那我以为你这个事情就是 非常的有目的性 或怎么样 其实就是广撒网嘛 有句俗话讲这个播种 收割 无心插流流成 啊 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要开始问一些 我自己遇到的生活实力了 那你说 我特别想去一个公司 我对那个公司本身的文化很感兴趣 但是我能做的那个工作吧 那个岗位 他现在不招人 但我不知道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目标 问问我能不能做其他的工作 还是问问我这个工作什么时候招人 我会跟他表达一下 为什么我喜欢这家公司 然后喜欢的点是什么 也会跟他同时表达说 诶 其实我对你们的某一个职位 特别的感兴趣 我的技巧也很浮复 然后我的背景也很浮复 但是可惜啊 我听说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 是这样吗 你向他double check 因为很多时候 我这个职位还要在多招人吗 或者可能那个人要走啊 嗯 你不知道 然后呢 他说啊 是的 这个人还跟刚刚入职 这上门就对你关起来了嘛 那没关系 我想请问你们公司有没有 类似这样的职位 所谓这样的职位 你要关注的点是 你是喜欢这个职位的什么 比如说你是喜欢这个职位的什么 我喜欢他里面可以跟人交流 所以你在意的其实不是那个工作本身 而是这个工作的性质 所以这是应该你要强调的 就是说 哦 我知道这个工作已经被feel了 不要紧 我想请问你 你们公司还没有类似跟这个职业相关的 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因为我非常喜欢 语言建立联系的这一个过程 嗯 但他讲没有时候怎么办 你就说 哦 没关系 那我想请问你 你知不知道有其他公司 在找类似这样子岗位的 他就说 哦 有 我认识ABC公司 然后你下一位 你再问说 那你介不介意帮我 connect在ABC公司的人 哇 你明白 所以一上门关起来 另外一上门打开 看我的头口地这样 对我的冲击在哪 就是我想的是 哦 我现在确实要network了 然后就想问 我应该把我知道的 我想达到的 以及如果这招不行 那下一招该怎么办的 Plan B都告诉他 很抱歉的通知你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读你的人生公司 所以我给大家这边建议 就是说 不要发一个很长的邮件 很好的邮件 就是一个script 写清你是谁 你是做什么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要从我这边得到什么 他觉得你OK 他会回复你说 哦 塔塔 那下周三四点见 那时候再慢慢的跟你讲 你的经历 想必也不需要吧 如果这个不行 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那个 提前告诉他 什么都不要讲 大家一定要想 你发这封邮件的目的是什么 你发这封邮件的目的是让他回复你 你让我回复你的目的是什么 跟他约见面 你最终的目标 可能是得到某个工作机会 一步一步走 每一次不一样 你不要一下子问别人太多问题 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那我约见面的这个人 应该是HR呢 还是应该是正在做这个工作的人呢 不要找HR 为什么 因为HR他没有决定权 那我去找他的时候 我应该去找这个职位的领导 还是应该去找 正在做这个职位的人 都找 问题不一样 如果我是找跟我同级的人 我可能会问他说 诶 你最喜欢这家公司的哪个部分 当时是什么处置你来这家公司 比如说如果是问这个人的老板 或比较senior的人 能不能和我聊聊 你在这个内容上 你的战略是什么 职位越高的人 我会问一些比较宏观 然后比较跟领导力相关的问题 我有一个疑惑 就好像我们问的问题 都是跟那个人更相关的 是去了解他的生活 他的日常 他的工作等 那你觉得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 我可能更多会去问工作相关 而不是他经历相关 我喜欢focus在你 就是you 因为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理论吧 人们永远不会记得你说了什么 但他们永远会记得 你给他们带来的感受 什么意思 今天我跟塔塔聊天 所有的问题聚焦在塔塔身上 塔塔你为什么想要做博主 你为什么想要create 这个方面的内容 然后塔塔后面就想起跟嘉欣的对话 觉得 哇我感觉很好 你当然感觉好 因为we're talking about you 这帮助于boost你的一个 所有人都喜欢一个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在跟别人的博主 70% 我都是那个人说 我就是都是闭嘴 我觉得他讲了这么多 其实你今天所有的这些concern 我们之前的学员 后来找我聊的人都有 大家就是想这想那 怕这怕那 然后呢 就直接不行动了呗 你就放弃了嘛 被自己打倒了 但是就是说 最差的什么发言 就跟你说no 更惨什么沉默 杳无音讯 这种感觉很难受 就是这种被拒绝的感觉 但是万一他回复了呢 你今天不去做 一定不会得到 你去做了 可能会得到 你就是在去读那个可能性呀 而且当你的目的写得很真诚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友善的人 他们有时间会愿意去帮助你 我能问一个很硬的问题 那你问 你遇到过最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有一次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个人的名字叫SLAVA S-L-A-V-A 他是在某一个银行工作 那一天我们一群同学去拜访了他那家银行 然后我回来之后 不知道为啥 我一定就是要在周五晚上 我喝的已经很醉的时候 硬是要给那人写一封 感谢邮件 Thank you email OK 结果我把这个名字写错了 我写成SLAVA S-L-A-V-E 是不是 然后他回复我了 他说 Nobody will ever talk to a slave 就那个人肯定就是 直接把我拉黑 我就没有机会了 我肯定感觉非常的差 不是因为说 他不给我机会 是我觉得我 非常愚蠢的错误 伤害了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是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 所以我说朋友们 不要在你半夜凌晨三点的时候 脑子不清楚的时候发一封 对于你来讲很重要的邮件 对吧 这个时间点还是注意一下 对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点吗 我觉得就是你的邮件 不要太长 刚聊过 然后第二 不要有任何的拼解错误 或语法错误 第三 千万不要贴你的简历 为什么呢 贴简历这个事情 就觉得你这个目的性很强 我既没答应要给你前面 也没答应要帮你 你这简历就直接贴我脸上 啥意思 这又是对人不尊重了嘛 我们一封邮件一件事情 不要全部揉在一起 好的 我的问题基本上都被解决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就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Networking的所谓的三部曲吧 设定目标 有备而来 第三 一定要记得follow up 最重要就是 不要先被自己打倒 就勇敢的去reach up 加油 加油大家 我不管你们啊 我要去写邮件 OK那今天的视频在这儿吧 我觉得跟佳芯聊得非常开心 我是塔拉 我是佳芯 我们爱你们 爱你哦 我爱你 大家 勿注视前